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为你而来长久健康 也就是说保持胃肠道的健康 你的身体才会长久健康 好 那么我们现在讲座开始 这是一幅图就是讲我们的消化系统的组成 那消化系统呢 它有七个腔道器官 也有五个腺体 那从口腔开始呢 就从口腔 腌 食道 胃 小肠 大肠 到肛门 这是个管道系统 五个腺体呢 主要呢 从嘴巴开始 组织开始 那就是 吐液 紧急着呢 那么就是 到位子 位线 肠线 胰线和肝脏 那肝脏封闭的是什么呢 肝脏封闭的是胆直 就整个这么多的器官组织 它组成了一个人体的消化系统 但这个消化系统 中间这么多的组织器官 假如任何一个器官出现问题的话呢 它都会引起疾病 而且这种疾病它会影响到全身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慢性病 慢性病的这个老祖了 他就讲过 所有的疾病来自于肠道 这是西伯克拉提讲的一句话 所有的疾病来自于肠道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胃肠道肝脏 我们过一遍 看一下 目前浮在台面上的这些疾病 究竟跟肠道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而我们这一次的讲座 是在我们牵体系列中间 是第四讲 那么这个胃肠道 对于我们做好牵体肃生 对于稳定我们肌体的代谢功能 至关重要 那现在看一下这幅图 叫细胞营养四部曲 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到最后都会被全身各个器官组织所利用 那第一步就是组织 组织了以后就进入消化系统 从消化系统 整个吸收代谢 产生我们需要的营养物质 再通过我们人体内的高速公路循环系统 进入全身各个器官组织 细胞利用 所以这是细胞营养 真正到最后到最后一步 被细胞利用 它前面还有三步 好 食物是不是均衡 有没有全面 有没有缺什么 消化系统的功能究竟怎么样 有没有影响到它的消化吸收 那么包括肝脏的代谢 然后有用的物质经过循环系统 我们这个虚管这条通路 它究竟通畅不通畅 它有没有动脉硬化 有没有微循环的障碍 你有微循环的障碍 任何一个消化好的 可以被组织细胞利用的营养物质 只要这条高速公路不通 那它的营养物质就到不了 你所在的器官和组织 所以这个细胞营养四部区里面 消化系统是第二步 开始的这一步非常重要 而且由于消化系统的问题 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的虚管的功能 会影响到循环系统的问题 这都是连带的 那消化系统呢 大家都知道整个这个消化系统 就讲一个位置 讲一个小厂也好 讲个大厂也好 一小时都能讲完 有的时候还不够讲 那怎么办呢 今天呢我们来就探秘 探秘消化系统的几个重要的部分 重要的关节 跟人体健康有关系的关联很大的这些部分 我拿四个部分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胃 胃子大家都知道 这两幅图 左边这幅告诉大家 胃子里边有那么多的液体 这是胃液 主要它的主要的来源就是 为B细胞封闭的胃酸 胃酸 那么大体看这个位置这个图 它就是一个口袋 装食物的口袋 上面这个口叫喷门 下面这个口叫幽门 很多人说它反流了 它吃东西就没办法 一直就反流 那上面这个口袋没有扎紧 喷门 胃食道反流 那有的人说我晚上很难过 我经常嘴巴苦 苦得不得了 那就是在这里了 胆子在小肠反到了位置里边 那出现幽门的问题了 有的人胃镜插到位置里边 一看一片绿色 绿色来自于哪里 是来自于胆囊 胆子的反流 所以这两个口 有炎症 缺钙 缺鎭 都会引起这两个口松弛 很多人它已经是慢性 萎缩性胃炎了 这个根本这里边 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里边有一条纹的 就胃子的黏膜 它有皱臂的 隆起来陷下去 它皱臂 我们大家都见过猪的那个胃 反过来你看 它高低不平的 那就是很正常的 但是有的人因为慢性炎症 它萎缩了 但是萎缩的情况下 它还说它 酸多的不得了 萎缩了以后 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酸呢 胃酸肯定是不足的 那这种就叫假性胃酸过多 假性胃酸过多也就是说 它上面这个口 上面这个口 勃于缺钙 缺鎭 这个肌肉本身的收缩力降低 它会从下面位置里面反倒石倒 来一个向上反的力漏洞 就到石倒了 所以很多很多慢性胃炎的人 它是属于假性 胃石倒反流 这里呢提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胃酸的功能是什么 跟我们的健康究竟有哪些关系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胃内的B细胞的总数 是超过10个亿的 大家想好这10个亿的细胞 它们每24个小时 分闭的胃液的量是 1500毫升到2500毫升 但是在这个24小时中间呢 大家比想的就是说 哎呀我这个胃啊 我整天抱在酸里头啊 当你胃排空的 全部挤出去了 挤到肠道去了 你的胃里边的PH值 只有7.2到7.5 它是属于中性 当你的食物吃到位置里边了 这个时候啊 闻到香味了啊 从闻到香味开始 到食道啊 通过食物通过食道进入位置 这个过程 它就会刺激啊 这个胃粘膜 封闭大量的胃酸了 那大家说这个胃酸是干什么用的呢 有些人他这个啊 这个胃粘膜一萎缩 而他是补了再好 他营养都不够啊 所以呢我们在前提速生过程中间 大家要考虑到啊 这个人本身的胃的功能 首先胃酸它就要集合这个胃蛋白美元 它帮助大家就记号这条 胃酸是帮助蛋白质消化的 你胃酸少 你吃的再好都没有用 第二个胃酸它可以刺激胃里边的细菌 这个胃里边的细菌 它在这么这么酸的情况下 它真正食物进去的时候 这个胃酸的胃酸的那个PH值是2到3 是盐酸啊 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它是可以杀死胃里面的细菌的 同时呢它也可以阻止细菌合成的化学致癌物质 亚硝胺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胭制的这些食品啊 带装这些带装的这些食品里面都有亚硝胺 只要你的胃酸正常 它可以综合它 但是有些胃酸比较低的啊 那就是亚硝胺它进入体内它一定致癌 第三呢 就是呢 这个胃酸呢 它还可以把这个遮糖啊 麦芽糖啊 把这个转化为单糖啊 便于肠道吸收 所以它还是可以啊 但是它胃酸呢 对脂肪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所以脂肪吃到胃里啊 它是穿肠过的 穿胃过的 过去就过去了啊 脂肪真正的消化 是靠你的胆囊 啊 胆囊 所以呢 第一个经历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也是感染力最高的 就是啊 感染力最高的 啊 这个幽门胃 幽默螺旋感菌啊 简称叫HP 它的感染 这个感染的话呢 它的途径呢 就是啊 基本上 以家庭为单位 啊 粪口传播 索米洗干净 OK 传到嘴巴里边来了 啊 口口传播啊 集吻 嗯 还有呢 就是啊 胃口传播 有的人这个 呃 家到处 啊 夹菜 然后呢 这个口腔里边呢 又有这个幽默螺旋感菌 因为这里提到一条 有的人去治疗幽默螺旋感菌 他治了一趟 哎 好像是阴性了 过去两个微信查 又阳性了 有的人说难道我老感染吗 我最近很注意了 啊 要注意一个问题 你的牙龈 牙龈 牙垢里边 就藏这样的一个细菌 啊 它是 啊 微虚氧 基本上属于艳氧 它可以藏在牙垢里边 所以 这个细菌 它 有这个细菌阳性的人 它的嘴巴里边是有非常 严重的那种安慰 就是 口臭啊 这个味道的 嗯 这个 这个这个细菌的话呢 它很狡猾 它前面有几根 牵毛 它可以刺到 胃黏膜里边 封闭毒素 然后引起炎症 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胃 很多人 这个时候 早期的时候 这个幽默螺旋感菌 它封闭毒素进去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胃酸会大量封闭 很多人很多人会跑来跟你说 哎呀 我最近就是酸 犯的厉害 酸犯的厉害 大家就想好这个时候请它去做一个幽默螺旋感菌的检测 早期 它引起胃 黏膜的炎症 是刺激胃酸封闭增多的 因为它的毒素 那么到后期因为由于智酸药药物的大量应用 然后再加上呢 研磨的炎症以后慢慢萎缩慢慢萎缩就变成萎缩性萎炎 嗯 那么现在呢 看看这个感染力大家就知道了 周围有多少人在感染 全球的感染力有44亿人感染 中国有7亿左右 7亿左右感染了 他的感染力是59% 而且他偏爱低龄儿童 10岁以下的感染者占40%到60% 所以我们在大陆呢 有一些带宝宝 不管是阿姨带宝宝 还是家里面的人老人带宝宝 都要不需要用 勺子往自己嘴巴里面放放 再往孩子里面嘴巴放放 这样放来放去放来放去 万一他是一个幽默螺线感情的感染者 那宝宝就感染了 宝宝的胃酸很低 他没有我们那么强的胃酸 可以把这个幽默螺线感情给他杀灭掉 那这个时候他那么小被感染 会引起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首先一个 他这个感染以后呢 他会引起慢性胃炎 十二次肠求不溃疡 这个胃溃疡 然后呢胃癌和肠癌 都是跟他密切相关 所以在那个新华网啊 很多网都报道 说胃癌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 这一点不能否认 他就是幽默螺线感菌 他是传染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胃淋巴流 反刀性食管炎 反流性食管炎 还有一个就是胃细肉 肠细肉 还有胆囊细肉 因为这个幽默螺线感菌 它也同样会引起胆囊的炎症 那么这个 胃细肉 长细肉线的发病率非常高 大家也引起注意 这个 那么当有 轻度的胃炎以后 这时候医生给我们开的是什么呢 都是拉错来的 这个也是拉错 那个也是拉错 干嘛 因为你感染了以后 它有大量的胃酸封闭 这个时候它就用自酸药来压抿 那自酸药长期的使用 再加上本身炎症 在不断的延续 不断的延续 我可以说 现在 慢性胃炎的治愈力不高 而且是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因为西医上面 基本上我们用药物 只能用胃酸 只能用治酸药来给它治 其他面 几乎是没有太多的办法 那么 治酸药治了以后呢 慢慢慢慢就出现萎缩性胃炎了 那萎缩性胃炎胃酸不做 那胃酸不做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 大家看一看 首先一个 对维生素 维生素的话呢 它维生素C 维生素B族 所有的B 包括E酸B12 全部都会缺乏 很多人一直就是犯口角炎 口角放炎口腔溃疡 来回不断的 这个是维生素的缺乏 蛋白质 因为维生缺乏了 蛋白质没有办法消化 这个时候蛋白质缺乏 钙 心 鎂 铁 铁 这些微量元素都缺乏 鲁糖也可能 维生素K也可能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 当胃酸缺乏的时候 整个人 它会出现贫血 会出现蛋白质吸收不良 抵抗力下降 然后再加上呢 钙 铁 铁 铁 微量元素缺乏 所以影响了整个的代谢 那么所以呢 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呢 大家都知道的 经常到一定的年龄 就去查 这个胃镜了 胃镜查下来 我们来看看 正常情况下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查下来 胃镜正常那就正常 但是查下来呢 基本上呢有 几种情况 一个就是胃炎 那医生说 哦 你这里有胃炎 那胃炎的话呢 有的是前表性 很大一部分人 已经到了位素性 更进一步的 它就开始有 肠上皮化身 什么意思 肠道的那个 黏膜的那个细胞 长到你胃子里边来了 也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 胃黏膜开始变了 开始变了 当出现肠上皮化身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时候 已经是癌前病变 一点都不假的 紧接着就是 异常增生 异常增生里边 分轻度 中度和重度 当你到了重度的时候 已经判断不出来 那个是胃黏膜细胞了 这个时候就处于什么 早期胃癌了 早期胃癌 国内也好 这里也好 没有什么话说的 一刀下去 就是50%的胃 就拿掉了 有的人要是拿了 此一点点 发展到整个胃癌 转移的话 那就是 进展期的胃癌 然后就是全身转移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非常要引起重视 还有呢 第二种现象就是发现溃疡了 溃疡也要注意 还有那就是胃瀉肉 胃瀉肉的人很多很多 大家就记到一条 一旦胃瀉肉看到 医生看到了 觉得够大的 他们就会把它给拿掉 当时就会把它拿掉 但拿掉了以后 一定要想好 我们是有办法的 我们有办法 还有就是这个 胃瀉肉 它究竟引起哪些领域相关性的炎症呢 它不光是引起胃子的问题 它引起很多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 乔本是病 血小板减少了 一线炎了 脉性失诊了 脂器官过敏了 或者过敏性敌眼了 皮肤的问题 溃疡性肌肠炎 心理压健康 心理神经压健康 肥胖 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是跟这个 幽默罗腺感军感染 引起的肠漏 是有关系的 后面会讲到 所以呢 这个细菌要不得 要不得 那么从医生来说 大家说我们要不要治 我的主张就是 发现阳性你一定要治 但是治了以后 你该怎么办 你要防止 要预防它复发 要预防它再感染 因为你感染 一个家庭里头 有的时候五六个人 他可能会有一两个人 他是阴性的 他不感染 为什么 这两个人 他肠道 位置肠道 局部的抵抗力是好的 他没有感染 没有让这个 幽默罗腺感军存活下来 那有的人 有的家庭里面 有的成员他感染了 就说明他在 自身免疫力方面有曲线 所以呢 医生的处方药 四年基本上 那是要用的 要用的 但是呢 你像小孩子怎么办啊 怎么用啊 有老人怎么办 有的人肝功能严重损害的 肾功能不全的 还有其他药物禁忌症的 这些人怎么办 我们有办法 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的义生菌 义生菌 高品质的义生菌 它是耐酸 耐胃酸 耐胆碱 就是说它不会被胆质破坏 不会不会被胃酸破坏 那这个时候 这两张图就表明什么 这个 这第一张是 高低度的阳性 用了三个月不到 去查 右边是阳性 三个月以后 什么都看不见了 阴性了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 支持 幽蒙罗腺杆菌 它可以通过义生菌 抑制它的繁殖 所以说 高品质的义生菌 它是幽蒙罗腺杆菌的克星 这也是我们平时 清肠排毒 饲养堡里边 中间有一个义生菌 它是所向体密的 不光是一致 幽蒙罗腺杆菌 它其实对肠道里边 有一些 叫条件性致病菌 就在抵抗力下降 它就开始发病了 致病了 叫条件性致病菌 都是有用的 那我们来 刚刚这个胃 胃里边我们就记好 有这个菌 然后呢 必要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 一定的这个 治疗 那么预防呢 一身菌是最好最好的 第二个呢 就是肩命 肠漏症 很多人呢 我讲到肠漏症 对这个名词呢 就是很 很生疏 生疏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我肠子漏了 我肚子不痛啊 我漏哪里去了 真正的肠漏 不是说把东西从肠道 漏到了你的腹腔 也不是从肚子上漏出来了 不是 它哪里漏了 它是你常年膜细胞 我们有常年膜 常年膜的细胞和细胞之间的链剂松掉了 而这个链剂松掉了以后呢 你吃进去的东西还没有经过完全的消化 它就从这个缝隙中间啊 就渗到了常年膜的下层 年膜下层 到了年膜下层了以后 那个地方的血管非常丰富 它就直接进入血液 直接进入血液以后呢 就循环到全身 引起过敏 这就是所谓的肠漏 落到哪里 因为消化不好 因为各种原因造成了食物 没有消化的食物漏到了血管里去了 漏到了血管里去了 引起常漏 所以当我们在周围看到 有的人来跟你说 我告诉你 我12个过敏源都阳性 医生说的 给我立了一大堆单子 我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你马上就判断 不要想的 马上就判断 它就是常漏 因为它那儿有个口子 在那个黏膜细胞之间 它就漏到血液里边去了 吃什么都过敏 这个情况 所以呢 它会引起 首先它漏掉了 它消化就不凉了 营养吸收不进去了 这个时候营养不凉 它也会引起过敏 它也会引起 叫食物不耐症 吃什么 一会儿说牛奶不耐 一会儿又说豆浆不耐 耐到最后 它啥都不能吃了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全身性炎症 它会引起全身精准 这种过敏性的炎症 所以这个肠漏就是 细胞和细胞之间的链剂 这中间有去口 把没有消化好的 是漏到了血管里边去了 那么肠漏症的原因呢 有哪些呢 大概有10%以下的 有跟家庭遗传有关系的 就家庭里边 你会发现 这一类的病 好像老在遗传 比如说内风式性关系炎 有的人说 有我妈也有 我也有 那要考虑 有一种是长漏 长漏它会引起 遗产因素 还有不良饮食 老喝酒 抽烟 油炸 这些个 还有慢性压力 长时间的慢性压力 引起胃肠功能的紊慢 过量的毒素 这种毒素呢 可能来自于药物 也可以来自于周围 比如说水源 空气 这个雾霾 还有呢 就是这个土壤 里面这些个 这个 杀虫剂啊 过分施肥啊 这些毒素来源 还有呢 就是肠道 菌群 失调 最最最最容易出现的 就是很多人 喜欢用药 或者因为它本身的疾病 医生开了很多的药 整天就用药 用药最最大的危害 就是 损伤了我们肠道里面的 正常的细菌 肠道的细菌分两派 一派是好的 帮助我们消化 帮助我们免疫力的 还有一派 就是 产生毒素的 那我们要是好的细菌 压过坏的 那就比较平衡 假如说我们的 好的细菌都被抗菌素杀掉了 那坏的细菌就抬头了 这个时候 肠道就开始出问题了 不是腹泻 它就是便秘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呢 也是进一步讲了 就是人体的 这个免疫系统 在肠道 人体免疫系统 70%的 这个布 淋巴细胞 都是积聚在肠道 为什么 因为肠道 是比较脏的地方 外面的食物进来 都含有一些细菌 我们的卫山厉害 把它给杀灭了 肠道本身的淋巴基 肠细胞作美的淋巴基 都是 它的大等营 聚在那个地方 来抵御细菌 病毒的 侵犯 所以呢 肠壁一旦漏了以后呢 它就会 急活自身 免疫 产生自己打自己 那自己打自己以后呢 造成免疫省伤 然后这个时候 慢性炎症就来了 所以它这一个是个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那么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因为你我们周围的朋友 中间 有很多这样的人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哦 你看到他有这个问题 你一定要想到 跟长漏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时候 解决的问题的方案 就很简单了 就怕我们想不到 第一 最近在青少年中间 比较 啊 多的 啊 啊 这个 最近一年的新冠 感染 大家坐在家里面 这个发病率也非常高的 就是 抑郁 焦虑 沮丧 注意力不集中 综合症 这个在小孩 特别多 啊 上课 成绩不好 他就集中不了注意力 动来动去 动来动去 嗯 这个都是跟长漏有关系的哈 甲状腺 巧本是病 甲状腺 巧本是病的早期是甲抗 晚期是甲减 很多医生会跟他说 你巧本是病了 你没有救的了 你这一辈子都没有救的了 不是这样子的 巧本是病 他还有残存的甲状性细胞在的 没有完全破坏 所以说我们需要我们来进行调理的 啊 这个巧本是病 还有 鸡肠出问题了 啊 啊 便秘 腹泻 或者是 溃洋性鸡肠炎 肾上血出问题了 啊 他的肾上烟功能减退了 这个时候他老敢疲劳 永远的疲劳 到哪儿他就不能 都感觉到就疲乏不想动 啊 啊 也是属于藏漏 还有我们大家见到很多的 过敏性鼻炎 现在这个一等完春天了 啊 啊 打喷嚏 啊 过敏性鼻炎 或者经常眼睛痒 啊 鼻子痒 啊 莫名其妙的咳嗽 啊 这些个问题 都是跟藏漏有关系的 还有就是关节反应 啊 在这个内风湿性 内风湿性关节炎中间 啊 有很大一部分是跟藏漏有关系的 不完全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 占很大一部分 所以这几张图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藏漏 看上去是 其实它是一个 全身性的问题 这就是 希伯克拉蒂他讲了这句话啊 肠胃肠道的疾病是所有疾病的根源 你从这个上面你就能看得出来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看好遇到这一类的问题 要 首先要 首先要从哪里开始进行 调理 那就是从 胃肠道 开始进行调理 呀 如何防止藏漏症 呀 就很清楚了 首先一个 啊 是什么原因 要药物 滥用药物的 吃了太多的 那该停的就必须要停掉 清肠排毒 这个清肠排毒就是把继续在肠道的继续在肝脏里面的毒素把它排出来 重建肠道维生态一定要补充高品质的益生菌 还有细胞和细胞之间的链剂它松了怎么办 那一定要把这个链剂修复好 那就是要用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微氧元素抗氧化剂 来进行修复 所以呢肠漏症本身我们只要能够及早发现 他的调理 不难 难的是就是你想不到那个 想不到他是肠漏引起的 那就是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 所以要找到 找到问题的根源我们来一起来解决他 下面 为什么要保肝 这个肝 肝脏的话呢大家讲过很多遍了 肝脏六大功能 他解读 所有的毒素都聚到 聚到肝脏 帮助我们的三大代谢 蛋白质 糖 脂肪 都在肝脏代谢 分闭胆质 储存 维生素 四大子容性的维生素都在肝脏 储存 维生素A 维生素K 维生素D 和维生素E 他是有储存 功能 同时他还存血 他一个肝 肝豆一个肝豆 他里面有很多的血在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猪的那个肝脏 红彤彤的 他也存血 他还储存免疫细胞 在里面 他有防御功能 里面有一种细胞 他是有非常强烈的 吞噬功能 还有呢 肝细胞他能够再生 所以呢 这个肝脏呢 根据这些个特点 大家都知道的 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肝脏是人体的第2大器官 第2大器官 皮肤是最大的 皮肤 最大的器官皮肤 那么肝脏是第2大 肝脏呢 表面他有个肝脏的膜给他 包裹住的 只有这个肝脏肿大了 然后这个膜 把他给枯脏了 脏在那个地方 肿大了以后 那个膜会牵拉到疼 但是肝脏本身是没有神经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碰不到这个膜 有一种损害像肿瘤什么的 你碰不到这个膜的时候 他躲到中间生长的时候 没人知道的 不疼不痒的 所以呢这一点呢 我们要经常的 到一定的年龄 你哪里不舒服 那么 一定要做一下 提早 做做检查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化工厂 因为 所有的 营养物质也好 所有的代谢残温也好 都是集中在肝脏 所以他是极易受到 毒素的伤害 他又要一个24小时繁忙的工作 来帮助合成有用的东西 同时他又受到毒素的伤害 所以我夸他是 叫忍辱负重 就是这个 肝脏 肝脏的生理年龄 是70岁 他的肝细胞的寿命是5个月 所以我们自己的肝脏 一定要保护好他 大家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肝脏是最后一个衰老的 有一天我把这张图给一个朋友看 他开心得不得了 他说我现在不要保肝 他说你看了 70岁我的肝脏才不好 我说你已经有脂肪肝了 你现在不保肝的话 你怎么能够来保护这些脏器呢 为什么肝脏在最后一个才衰老 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细胞营养 都是在肝脏合成的 假如他过早的腮老我们这个人 寿命就没有了是不是 那所有的器官都会腮老 所以这个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把肝脏 把他放到最后一个腮老 因为他有非常 强大的再生能力 你肝脏期待他剩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他能够再生回来的 所以呢但是呢不能滥用他 你一定要保护他 那我们来看看哪些 哪些因素会对我们 肝脏造成严重的损害 那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去除 感染 各种感染他在体内都有感染的代谢产物 那谁的血液 都会到肝脏 所以病毒感染也好 细菌感染也好 都会伤感 那么药性肝损害已经达到20%以上 也就是说你用药 用药用的不当 10个人中间有两个会造成肝脏 肝功能的损害的 最常见的我们知道的 这个他定类的降脂药 有的人吃下去三天五天 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这个药 几乎每一个药 大部分都是在肝脏代谢 肾脏排泄 有的药物他代谢了以后 毒性更加增加了 更加伤感 所以这个要引起重视 该 该不吃药的就不吃药 不要觉得那个药 好像无所谓 随便往嘴巴里面扎 这是不行的 酒精伤感 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很多疾病 它是由于肝功能损害的 也是伤感的 营养不良 伤感 然后 很多朋友会问 说这个年代我们很能不良吗 我们都好得不得了了吃的 不错 这个不良是指什么 是指 你吃的营养 像这些油啊 糖啊 过剩 我们需要的这些营养 比如说 必须营养素啊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 不够 所以该要的不够 不要的过剩 所以这就叫相对性的营养不良 胆道的问题 胆囊的问题 还有一个 就是 涉及面最广的一个 就是 全身的微循环障碍 只要是有高血压的 高血脂的 高血糖的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它一定虚管受影响 那这个时候呢 一定会出现 整个 全身每个器官组织都会出现 这个 虚管 虚管这个微循环的障碍 会影响到肝脏本身的营养供应 肝脏不是说整天为我们大家 造营养 它也需要得到营养的供应的呀 对吧 所以这个很重要肿瘤 直接破坏肝脏 转移性的 或者是原发性肝癌的 这些 肿瘤 还有就是先天性曲线的 第四个 就是各种的毒素 各种各样的毒素包括空气里面的 土壤的水源里面的 所有的毒素防腐剂 色素 都会伤肝 所以呢 要保护好肝脏 一定要防止这些 外来的这个清晰 所以这个地方的讲 看 几乎本身 啊 这里又把药物性肝损害 大家可以看 看得出来了 所有的药物 没有一个药物 他 对肝脏没有影响 只是大和小而已 那这就是微循环 微循环就是肝脏 肝脏里面的血管有两套系统 一套 就是从肠道来的 把营养物质送到肝脏里面来 给他进行代谢的 还有一套来自于心脏 他专门给肝细胞 供应营养的 供应氧气的 这两套 两套血管系统 这两套血管系统 假如说由于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 高尿酸 肥胖 我们现在讲五高 大凡是五高的患者 这个肝脏本身微循环都是受到影响的 所以说 我们会看到说有高血压的人十几年了 而且这几年血脂开始高了 好 一两年以后血糖高了 什么原因 那就是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本身微循环出现障碍了 肝脏的功能不行 那么肝脏的再生功能前面我就是讲了 肝脏呢 他的本身具有非常强大的再生功能 甲若素在动物 切除掉70%到80%的肝脏 4到8个星期以后 他又再生回来了 但是这个 这个不表示 说 我就可以来滥用我的肝脏 不是怎么回事情 你要把滥用肝脏了以后 你弥漫性的肝功能损害 你这个细胞再生不回来的 你就是再生回来 他里面的整个的通路都发生改变了 就像 就像那个 肝硬化的人一样的 你大面积的肝脏受损了以后 他再生回来的细胞都是乱的 排列都是乱的 所以我们一定一定要善待我们的肝脏 还有呢就是这里面讲的那就是肝脏的解读功能啊 他是有两 分两步的 这两步呢 他第一步解读完了以后 到第二步把它变成可容性的 再从胆质 或者从肾脏排掉 假如这个时候 维生素供应不足 微量元素供应不足 蛋白质供应不足 你看看这个上面图上面讲的很清楚 第一步的解读需要 各种各样的维生素B 符合维生素B 维生素C 益酸 抗氧化剂 胡萝卜素 带他胡萝卜素 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营养素里面全的 一定要补上 所以帮助肝脏解读 不光是说 我让你解读我让你解读 而是我们要补充他营养 他必须要 必须要的营养 第二步呢 他需要蛋白质 需要氨基酸 所以说 营养素加高蛋白 他真正是对肝脏 是起 质养作用的 才能 达到一个 完全的解读过程 那么胆囊呢 我们讲肝胆 相造 胆囊的问题 其实一方面 提示你肝功能 肝脏本身的功能怎么样 第二一方面 因为胆囊不好 有的时候他也会加重 肝脏的损害 有的人胆到堵了 或者是 一直卖性胆囊炎 像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 饱肝 也就是 利胆 我们把肝脏保护好了 那么胆质的产生 就会 比较 通畅 还有饱肝以后解读好了 那么相对来说呢 聚集在胆囊里面的这些毒素 解读解得好 那对胆囊的刺激也就小 所以呢肝脏和胆囊互相之间呢 它是 这个 互相 系统的这样一个作用 胆囊的话呢 因为它是 帮助 胆质是帮助消化脂肪的 所以呢 很多人说 哎呦 早上不能吃 饭 我一吃饭 我就要上三趟厕所 我才能够出门 这是什么现象 这个现象 是 这个 这个主要的现象就是因为你 胆质 胆 胆囊本身它有浓缩的作用 浓缩胆质的作用 那你这个时候 胆质浓缩不够 这个时候排放到肠道 它就出现问题了 对脂肪的消化不够 它会引起脂肪械 这个要注意 所以 大家看一下 最近我碰到很多朋友 有问题了 我就跟他讲要饱肝 饱肝他不理解 为什么要饱肝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症状 脸上开始长斑了 老顽固性的适者 青少年或者是青年人 脸上的 挫疮 皮肤 烧痒 口臭 便秘 失眠 还有一个 积极增生 积极增生从上到下数 可以数出很多的积极来 现在肺部积极增生 有的人肺子上面可以长三个到五个甚至十几个的积极都有的 你找不出什么原因 你问他有没有装潢啊 他说没有 拿来的 积极增生 包括甲状腺积极肺部的这个毛玻璃羊改变 肝囊肿肾囊肿 然后再向下 这个这个胃细肉藏细肉 然后再向下 卵巢囊肿子宫肌瘤 一派就是增生的现象 这个 主要归对于哪里 就是肝脏本身的 解毒功能不够 你从外源性的也好 食物来的也好 空气也好 这些个毒素在你体内 因为肝脏解毒功能的下降 他不断的循环循环 那就刺激 你薄弱的那个组织 开始增生 你想女性有的人说我又没有用什么东西我哪来的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 要考虑看看啊 护肤 很多人在外面追求那些 所谓的好牌子的护肤 好多里面参有激素 好多里面参有 致癌无症 进来了以后他就是毒素 他会引起你 积极增生 所以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下降多数堆积 这些个表现大家记住啊 这个 保肝 保肝这个排毒啊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养肝 我们这个肝脏怎么来养他 一定要养 那么养肝 和排毒 是同时进行的 养肝就是排毒 因为肝细胞的功能好了 那排毒的效果是一定会好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前提 我们养好肝脏 那么子质代谢 糖的代谢 蛋白质的代谢 就旺盛 那本身的基础代谢就一定会提高 啊 优质蛋白 各种啊 多种维生素 微量元素啊 足够的纤维素 霍利奥米酱 啊 还有我们的细胞能量剂 那就是 Fumicus 啊 各种新鲜素菜 这些都是 养肝排毒的 那么第四个秘密第四个秘密是哪里 啊 今天要讲一下的就是肠道是人的第2大脑 这个呢大家基本上都是知道的哈 这里呢就是要讲一下因为最近的倾向因为这个 呃这个 Covid-19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个 神经精神压健康的问题 那这里呢我提一下 就是肠道 是人的第2大脑 也就是说人的肠道 控制 啊 控制着大脑的情绪 他靠什么来控制大脑的情绪 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调查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建议 健康白皮书上面 就讲了很多问题 他说心理压健康的人群占73.6% 也就是说心理真正健康的人 只有10%左右 而且 这些 肿瘤 脑梗梗的 心梗的 糖尿病 高血压 冠心病 一些曼性疾病的患者 他们的心理问题 发病率非常的高 这些人群总健 心理健康的人 不到5% 最近也遇到一些 就是有这些慢性病的 慢慢慢慢 心理 心理健康出问题了 那这个 那我们人体的这个 第2大脑 是受什么控制呢 其实就是我们肠道 庞大的 微生态 肠道里面 有 细菌 有正常的 和 条件 治病菌 他们是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这个一定要平衡 而好的细菌呢 它可以产生很多 有用的 这个血清因子 比如说 这里有几个事实 微生物 肠道的微生物的种类是超过1000种的 1000种以上的 不同样的微生物 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 数量的可以高达10的 14 14次方 这个细菌的 重量达到多少呢 1.2公斤 那么基因素 他们的细菌本身的这个基因的数量是人体的150倍 而通过这些 微生态的平衡 来帮助人体 完成很多的生理生化的功能 这就是我们肠道的 这个里面的 微生态 所以我们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微生态 就是这么重要 那么 这个人体的话呢 我们这个肠神经系统 这个肠道 肠道他这个肠肠的管道上面呢 他分布了很多 这个神经细胞 我们叫他神经元 这个神经细胞就分布在这个肠道的上面 有多少个呢 5个亿 5个亿 那么这个 肠神经系统他能够 刺激 肠黏膜细胞 有的甚至就是自己细菌 他也可以合成和封闭 40种神经体质 40种神经体质 这些神经体质 他 差不多有50%的 供应人体 100% 供应人体的多巴胺 有50%是来自于 肠道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巴金生是 综合症 或者巴金生是病 走走走 抖抖抖 小布袋 到最后 人 人 不行了 撒掉了 巴金生是综合症 那么 巴金生是综合症 他们 医学上的治疗是什么 给他补充多巴胺 那你想想看 人体的50%的多巴胺 是由于我们肠道 细菌合成的 这个肠道的 维生态有多么的重量 还有95%的血清素 也是肠道 肠粘膜细胞合成的 那这个就保 就保证了我们大脑的愉悦 高兴 有的人你怎么到他都不高兴 他就是血清素不够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肠 肠神经系统 不仅仅 影响着大脑 他还反馈我们肠道里面所有的健康状态 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这样一个信息 来影响人的情绪 所以呢我们讲这个轴就是肠道 人的大脑在肠道 肠道主宰着这个人的大脑 所以我们讲肠道是 第2大脑 这就是为什么 那么 对于这个 肠道来说 他整个弄剪刀把他破开 整个剪刀破开 他有200平方米 这么大一个面积 那么 在肠壁的中围呢 聚集了很多的淋发细胞 前面讲过了 所以他是 人体 非常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 所以这就是这次你看我们 防流感也好 防一般感冒也好 防新冠也好 大量的用益生菌 益生菌 它是可以保护你的 通过肠道的这些免疫细胞 产生 产生抗体 来保护 保护人类的健康 所以呢这里呢 大家就记好了 我们有四个罪 四个罪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威生态 最大的威生态 他管理着 人们的情绪 管理的支配着大脑 支配着大脑的活动 第二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 第三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排毒排污的器官 排便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想到了 尿三高的人 一定要利用这个器官往外排毒 调动你的肠道 起来排毒 还有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这是对他的总计 那么 这样一看大家就知道了 这张图 多斑 这个 50%是在大脑产生 有50%就是肠道产生的 但是这个 血清素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50%大脑产生 95%在肠道产生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抑郁的人 焦虑的人 用 高品质的益生菌 它是有效的 内肥胎100%呢是在 丘脑和下丘脑产生的 所以这个 这是 今天讲的呢就是 主要就是 好的细菌 我们要 大量的用好的细菌 也就是用益生菌 好的细菌喝下去 好的心情自然来 现在科学家已经把 焦虑 抑郁 自闭 精神锋利症 神经 神经退行性病变 这一类的问题 老年痴呆也好 巴基斯坦是中复症也好 一系列的问题 都 都跟肠道的微生态 连联系在一起了 所以大家 心里就知道了 我们的益生菌 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 这里呢就是总结了 肠道的微生态 为什么会影响 受到影响 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会造成我们 微生态不平衡了 里面的好的细菌减少了 工作的压力 长期慢性的压力 学习的压力 家庭经济的压力 各种压力都会造成 肠道 菌减减少 环境污染 气候温度 不适 老年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 增长 医生菌是在下降的 对吧 然后呢就是各种的药物 抽烟喝酒 暴饮暴舌 这一类的 都会引起肠道 里面的好的细菌 被杀掉 它的繁殖不够 会引起一系列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来滋养 肠道里面的 这个好的维生态呢 除了补充高品质的 益生菌以外呢 我们要补充 纤维素 纤维粉 纤维粉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医生源 同时的话呢 五菇杂粮 新鲜蔬果 都可以 包括 Omega3 包括拜大普去糖 所谓拜大普去糖什么里面最多 灵芝 灵芝本身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益生源 所以你这个益生菌 加灵芝 效果 是对肠道里面的微生态一个非常好的组合 所以呢 我们前面这个是最后一个章节 就是讲关于 啊 速生 签题的问题 啊 所以今天讲的这个四个机密呢 也同时影响到我们本身的 啊 这个 代谢 就是基础代谢 所以呢 有的人他说呀我一直签不下来 或者我一直有困难 那一定要从这些方面的进行考虑 就是 胃肠功能好不好 假如说你你喝你喝你的时候位置有问题 那我们就要加大 比如说啊 啊 你这个有慢性胃炎的人 那我一定要加大益生菌和消化酵素的含量 一定要加量 哎 这个时候帮助他对蛋白质的消化 这个时候才能达到 啊一个好的效果 啊 肠肉 啊 肠肉它会干扰 前提的效果 有肠肉的人他很容易胖 会容易出现激素的紊乱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要尽快的要纠正肠肉 啊 追正肠肉 还有呢 就是情绪愉悦 它可以使内封闭的激素 更加的和谐 情绪在抑郁的时候 身体里面的内封闭激素是受到影响的 这个时候呢 前提是受到阻力的 啊 科学的饮食假适量的运动 这都能帮助啊 一定要科学饮食 饮食就是包括 我们前面讲到的 低升糖 啊 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 低升糖 啊 高签的 啊能够使你产生饱腹感的 啊 适量的运动 你不要过激的运动 适量适合于你自己的生活状态的这样一个运动 啊 那么这个呢这个几个注意事项呢 就是我们平时可能会在前提中间遇到一些 嗯 就是 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几个方面 那么关于这个 热能的消耗的问题呢大家都知道的哈 这个 我们身体 运动消耗热能 我们吃食物啊进去消化系统同样也消耗 热能 那么基础代谢 消耗的热能是最大的 看这块块图就像一块蛋糕 60%到80的这个蛋糕都是在基础代谢这一块 10%是 吃了食物以后啊 产生的这个要消化啊 产生的这个 这个效应 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 占10%到30 所以基础代谢这一块 非常重要 那么基础代谢呢又跟我们的器官呢是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的我们体内 第一大 耗能大户是谁 就是肌肉 为什么讲他是耗能大户 因为他的基础代谢力本身肌肉是最高的 再加上 肌肉在体重在人体体重 占40% 那他又是 含量又是最高在人体 占比重 再加上他本身代谢又是20% 所以这个时候呢 肌肉一定要给他管好 那肌肉怎么管好肌肉 管好肌肉就是说你一定要给他充足的蛋白质 要充足的蛋白质 同时还要保证这个蛋白质吃进去以后还要能够消化 能够好好的吸收 假如有胃子 耐性萎素性胃炎的或者是胃子有肠肉症的人 他本身消化就有问题 这个时候吃进去就打之扣了 那怎么办 那就是消化酵素就管用了 消化酵素相当于 人体 五大腺体的功能 五大腺体 五大消化腺 兔液腺 胃 胃腺 肠腺 对吧 胰腺 胆囊 五大腺体的功能全部都在里头了 那就是要用消化酵素 来 帮你消化你 食物里面的蛋白质 这样可以使他 真正的有蛋白质吸收 那 肌肉需要蛋白 同时也需要钙 需要鎂 需要其他的 比如说 辅酶Q10 有能量 所有的微生素微量元素他都需要 所以这个蒸鸡 蒸鸡减脂 增加基础代谢这个也很重要 肝脏本身沾基础代谢的19% 所以饱肝 他24小时都在赚了 所以说饱肝 也是在增加基础代谢 那这个栏目呢就是告诉大家 每一个脏器我们怎么能够通过营养素来保护 来 达到他最佳的 这样一个基础代谢力 比如说肌肉 他的基础代谢的是在20% 你不要不要让肌肉 不要让肌肉 基础代谢掉到10% 那怎么会掉到10% 那就是有的人他在做 做 做前提速生的时候 或者平时在家里面的时候他不吃蛋白质 他是减重了 他他减了 但他整个都松掉了 肌肉萎缩了 所以不要让自己的肌肉 萎缩下去 一定要通过肌肉的增加肌肉增肌 来增加代谢 那么 这个呢就是你看 那么 肌肉他需要基本营养素 需要钙需要高蛋白 肝脏 他也需要我们的各种各种 各种营养素来保保护 需要 我们常用的益生菌酵素 纤维素 这些都是肝脏的邻居 肝脏的功能要好 胃消化 胃本身 消化药好 肠道消化吸收药好 另外一个 排泄毒素 大便药通畅 这个样子你等于才 对这个肝脏功能做贡献 你不能说肠道里面堆了那么多的食物 然后经过 坏的细菌去分解 每天每天产生那么多的毒素 所以便秘的人 他的肿瘤的发生力 比正常人要高好几倍 好多倍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毒素24小时多在吸收回去循环 所以大便的通畅非常重要 然后呢 这个大脑 大脑 要做到什么样子 要营养素的支持 要高蛋白 要必须脂肪钻的支持 包括这个 益生菌的支持 才能够使大脑本身的代谢能够达到最大效果 这张图呢 发到群里送给大家 就是告诉大家 要保持这些重要器官的功能稳定 我们的代谢 我们的基础代谢才会稳定 那最近呢 有一款呢 就是这里没有放 就是跟那个 我们的代谢是有关系的 它是 促进我们体内脂肪的分解 把它变成脂肪酸 然后这个脂肪酸呢 人体呢 就能够用脂肪酸 来产生热量 所以这个呢 这个超活它叫超活代谢plus 超活代谢加号 这个是非常好的 它对这个基础代谢的提高 它对 提高我们的高密度子蛋白 降低低密度子蛋白 降低体内的胆骨酸 效果非常好 记得大家记得 就是说 及时分享 所以今天 今天的话呢 我们的总结呢就是 消化系统 它是叫合气 生采 这个采是指什么 采是有 是我们 有一个 健康 快乐的人生 所以 保 保护肝脏的功能 清除肠道毒素 平衡肠道菌群 和促进消化吸收 这样加在一起 我们人体才能真正的 健康 因为 好多 后面的 比如说血管也好了 这个其他的 这个抵抗力下降引起肿瘤了 所有所有的问题 其实 你把消化系统这一关管好 就能够 预防很多问题的发生 那么 这个 谢谢大家的聆听 非常感谢 所以愿大家叫 愿今 长清不老 就是我们的肠道干净了 胃肠道功能好了 我们一定 健康快乐 好谢谢大家的聆听 非常 非常非常感谢 褚医生的这个讲解 我相信大家就真正明白了 为什么说 像这个西方 就是可以说是 西医之父 都会说 为什么所有的疾病 都是源于肠道 那我相信大家今天听了 褚医生的这个讲解之后 是更明白 我们肠胃消化系统的健康 真的是 对我们全身的健康 都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特别对于这个 营养的吸收和消化代谢 包括这个 千体硕生 那就更 更不用说了 那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了 那 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这里有几个问题 就是想请处医生来 看看 吃高蛋白 吃蛋白质高的肉类 为何总是 无法消化 他说胃酸 不是能够 帮助分解蛋白吗 嗯 那那为什么他胃酸反流那么严重 但是就分解不了蛋白质 嗯 分解不了蛋白质 这个是哪位朋友提的 那个 我要问一下 他多大年纪了 那这位朋友的话 你可能需要 就是把你的详细情况来提供一下 因为一个叫iPhone的朋友 他一开始就提了这个问题 你可以打开你的话筒 直接来说一下 对 我初步解释一下 胃酸多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属于炎症的刺激 就是你的胃子是开始有炎症了 这个炎症呢 可能 是与幽默罗线感情有关 也可能是别的原因 比如说你的工作一直很紧张 你自己呢 有的时候呢就不能不能安时吃饭 有的人就是胃炎胃炎出来的 不安时吃饭 或者早上不吃早餐 这类的不良的习惯 造成了你胃部有炎症了 胃子就是这样子的 一开始有炎症 他表现就 出来的就是哭 什么意思 他哭 他就是 封闭大量的胃酸 他哭了 他有炎症他告诉你 这个时候的话呢 胃子一吃东西就大量的胃酸往上封闭 那么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 那看一下 这个年龄有多大我看一下 假如说年龄 超过35岁了 先要把钙铭地要先补上 反酸 35岁开始 人的钙和铭的吸收 开始下降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把钙和铭及时补上 尤其是室内工作者 平时太阳晒得很少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上面 这个 口口要扎紧 油门和喷门的 这个跨越剂的收出力 要把它扎紧 第2个呢就是 胃部的炎症 在胃酸多的时候呢 还是要借助一些 这个 炙酸药的 我们从来 从营养的角度 没有跟医生矛盾的 他在胃酸特别多的时候 用一些炙酸 炙酸药 那么胃部的炎症怎么来控制 那就是靠我们的 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抗氧化剂 来一起 只有这样的东西下去 它才可以修复 因为目前来讲 西医上面没有太好的东西 来修复他这个胃部的这个炎症 那再加上 一生菌和酵素 当你开始 吃蛋白粉 你说你吃蛋白粉以后 你感觉不消化 那你就预先为他准备两颗 消化酵素先吃下去 可以吗 就先吃两颗 提早15分钟 吃两颗消化酵 然后你再用蛋白粉 你这个时候会非常安全 然后呢 你这个其他的就是 基本营养素 一定要用 一定要用 加 一生菌和酵素 他这个基本营养素里边有 40多种成分 他的抗氧化的效果 修复滋养的效果 可以说 没有东西再比得上他了 西药里面找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来滋养他 为什么 他含有 最最最最全面的 维生素B 维生素B 本身就是 助消化 保肝的 那么他对这个修复 很好 里面再加上 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 Inceligence技术里面 又都是抗氧化的 他是叫 双重抗氧化在里头 多重抗氧化在里头 所以他这个 医治炎症的效果非常强 用过很多 很多像这样子 胃酸多的人 加一些医生的致酸 可以 但是 你对位置的滋养 一定要上 医生菌酵素加上去 酵素稍微逗用一些 会有效果 好的 谢谢楚医生 那 这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有人 吃了这个煮 氢蛋白 就老是一个胀气 这应该怎么办 或者是为什么会老是胀气 是一个牛心 42岁 多少 52岁 42岁 42岁 吃了乳氢蛋白以后 脑脏气呢 还是 这个 可能是这个人本身 胃酸不够 胃酸不够 那么这个时候呢 补蛋白呢 有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那个 消化系统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我们主张是 少食 多餐 一定要记着这个 叫少食 多餐 细嚼满饮 你补蛋白粉 你不要说那个 我一下子一大包倒下去 当你第一次觉得以后你吃一包蛋白粉比较那个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一包蛋白粉 把它分成 三次 这一包蛋白粉很好 你可以把它变成三次 然后每一次的话你倒三分之一出来 你把它吸湿了以后 然后再 再吃下去呢 每次厕所加一颗酵 裹上 很安全了 不要一次头吃太多 这是一个方法 同时的话呢 我也建议的话呢 把我们的胃三连加上去 胃三连 益生菌 酵素 这个 基本样素加上去 这是 这是可以说 这个 配方 对于所有的 对所有的胃肠道的 这个 功能瓦乱的 包括这些 前表性胃炎的 效果都非常的好 这是除了一种营养 营养条例 因为看上去好像很简单 就这三样 其实里面的 成分和功效 你是在外面 你真的是找不到的 OK 那 谢谢褚医生 那这里有位朋友说 就是对于 幽门螺旋感菌的治疗 他说 就是刚才褚医生提到 这个胃三连 胃四连 OK 他说 对于幽门螺旋感菌 只用益生菌可以吗 就是我不用别的 我只用益生菌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你用的时间要久一点 用的时间要久一点 可以 你就是 可以 开始第一个月的话 你可以用一支到两支 都没有关系的 那第二个月开始的话 你变成一支 那么一支的话 你就 这个 持续用 4 4到6个月 长一点 长一点 4到6个月 OK 好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褚医生就是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超火代谢 因为这是帮助我们提高自身的这个代谢功能 那他对这个甲抗的病人会有帮助吗 甲抗呢 它主要是就是甲状腺细胞被破坏了 甲状腺素呢 释放到这个 血液里边去了 所以引起甲状腺功能抗净 这个代谢的话呢本身呢 它是增加肝脏 它主要是跟增加肝脏的功能 增加本身体内的脂肪的燃烧 作为这个排毒来说 它是有效果的 但是甲抗呢 你要找一下原因 甲抗的你去做一个幽默螺线杆菌的检测 看一下 就是那个藏漏 引起的乔本氏病的早期 就是甲抗 假若是藏漏引起的 这个 乔本氏病 那你看看藏漏的原因是不是有幽默螺线杆菌引起的 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17岁的 男孩 正在高考期 暴跳颅雷 天天在家发火暴跳颅雷 结果 跑到医院去一查就是甲抗 甲抗的时候呢 医生给你开的药物还是要稍微用一些的 不是完全的 你先把他的甲状腺功能先慢慢压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营养素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管 抗氧化 一直甲状腺内部的一样好 这那个孩子17岁的孩子 不光是甲抗控制了后来 他考上了苏州大学 他现在在学营养 在学营养 所以呢 他这个功能抗净对症处理 我们可以用 甲抗的药物 请医生开厨房 但是要注意啊 好多甲抗的药物是伤肝的 一旦发现伤肝要换 那么我们 我们的营养素的作用就是一定是修复 抗氧化 一致炎症和修复 OK好的 非常谢谢处医生哈 那有人问刚才处医生提到这个钙跟美的这个重要性哈 35岁以后人的钙美都是吸收是下降的 那钙美应该是在规定就是 什么时间吃好饭前吃还是饭后吃还是空腹吃 您怎么建议呀 对 那么 这里头呢我就跟大家讲到一个呢就是叫有机钙煤还是无机钙煤 你们呢就是说 拿到手上的钙很多人会拿着瓶子来跟我说 初医生啊 我这个钙厉害 我是1200个毫克 那我一查它是碳酸钙 那现在的市面上的钙有两种 一种呢是叫有机钙 那就是 柠檬酸钙 我们叫它果酸钙 还有一种呢就是 碳酸钙叫无机钙 无机钙的吸收力非常的低 这就是为什么它不把剂量放大 你根本就吸收不了 它就把剂量放大希望你浪费掉一点还能吸收一点 但是这个有机钙呢柠檬酸钙的吸收力是90% 80到90的吸收力非常高 所以它里面的量呢没有那么高 量没有那么不需要那么高 所以呢尽量大家要选择有机钙 选择有机钙有机铭 嗯 这个比较比较好 大家去选的时候啊 这个注意一下 OK 好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非常 大家有没有学到哈 很多人觉得钙就是钙哈 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区别 然后觉得哇我吃的这个钙1200毫克一颗 多好 你那个钙才两三百毫克 所以这个大家学到了吗 其实真的是每一样东西 真的是 你你原材料来源不一样 你的加工工艺不一样 你最后的结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那个果酸钙这个柠檬酸钙啊 还有个好处是什么 他不受胃酸的影响 前面我不是讲到一个胃酸低的时候钙的吸收受影响 那是对什么样的钙吸收受影响 是指碳酸钙 那个碳酸钙那个 机量大的那种钙 他没有胃酸的人啊你吃了以后 我们曾经有一个片子放出来 他那个钙下去了以后根本 胃酸没有办法把它进行溶解 结果他就一直到了大厂 整个钙片排出来了 但是这个柠檬酸钙呢 到位置里面不受任何胃酸的影响 你胃酸少也好多也好 非常容易这个问题对位置没有刺激 而且很好 大家所以我就一直呼吁 一定要用有机钙 用柠檬酸钙 好的 非常非常谢谢楚医生 那我们最后再 因为确实大家这个问题越来越多了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最后再问两个问题 好吧 楚医生 就是关于益生菌 所以很多人在问 因为时间的关系 大家也知道医生菌对监控是很重要的 那医生菌 应该如何来选择 或者是吃的时候 应该是饭前吃 还是饭后吃 上午吃 还是下午吃 什么时候吃 效果才是最好的 刚刚好 回答医生菌 医生菌咨询 突然想起来 刚刚有个问题 说是盖什么时间吃 我先把盖什么时间吃 我一般来讲 我跟我的病人 或者跟我咨询的客户 我跟他讲的话 盖两个时间吃是最好的 早上10点 和下午4点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跟他把这个 素菜水果跟他一起吃 我们的盖这么的 好 你把草酸 你跟那个素菜或者水果里面有草酸有揉酸 一下子头就把你这个盖 拉走了 拉走了以后的话 你这个有的人吃6片盖 还在搅抽筋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怎么吃的 他说我吃饭的时候 我一下子头就吃两颗三颗 那全部都吸收掉了 被那个素菜 你把这一点矿泉就下去了 你也可以 在这个 晚上吃 但是 你用在什么样的状态很重要 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个人他是糖尿病 因为我们的医生菌他是120颗 而且耐三 他就像一支国防防防卫 国家的防卫队一样的 马上吃下去以后排兵部正在肠道 你有食物进来的话 你有食物进来的话 他们繁殖他们需要消耗 消耗葡萄糖的 他可以把你食物里面的葡萄糖 进行消耗 所以你糖的吸收就会减少 所有血糖 偏高的人 建议你们用医生菌 用医生菌 可以在饭后用 在餐后用 用下去了以后呢 他把你食物里面的糖 带走了 也可以早上 有的人说早上 他起来以后就倒一包医生菌 然后半个小时以后他吃饭 也挺好的 没有问题 有的人说我晚上 我要想稳定一下我的血糖 那你就吃完晚饭以后 你就把医生菌吃下去 他整个晚上他在里尝到 他可以那个 所以要看你的状态 前提的 那我们早上起来 早上起来把一包医生菌倒嘴巴 这一天的话我们尝到卫生态很好 我们锻炼我们吃饭都没有问题 所以呢 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实践 早中晚都可以 就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好不好 Lucy你的话筒是关的 抱歉 抱歉 你上讲的医生菌是什么时候吃 这个时间点 并不是那么重要 关键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状态 下面 这个很重要 什么样的状态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选好 血糖高的人的话 那你们选 选个时间 你们自己觉得 你经常吃着血糖 很有用 很有用 好那天那个 吃进去的这些个纤维 纤维的话呢 这个 它被 肠道里边的细菌呢 这个进行消化了 这个分解了 分解了以后呢 产生很多的气 大家都有感觉吧 你吃了黄豆 是不是排气多 吃了三宇 吃了玉苗 芋头 是不是排气多 对不对 为什么 这些都是高千的 高千的东西 吃了以后 排气比较多 那在排气多的情况下的话呢 一方面 表示 你的 使我在肠道 待的时间比较的久 你有没有想想 自己想一下 钙和鎂 够还是不够 肠的动力 因为钙和鎂 它是帮助肠道 平滑继续收缩的 往前推的一种动力 要是像 我们正常的人 基本上 使我到了这个 小肠到大肠 水风吸干了以后 那么 一天两到三次大便 是有的 假如说你的整个的肠的 英文叫ball movement 就是这个往前推动的力量不够的话呢 那他在 在这个肚子里面待久了以后 那个细菌啊 就来分解它 产生大量的气体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觉得补钙是关键 增加肠漏洞 细胞营养素 也是关键 一定要把你的肠动力搞好 再加上 消化酵素 可以增量使用 因为消化酵素里边有纤维素酶 它可以消化你肠道里面的纤维素 这个非常关键 试一下啊 记好 营养素一定要用 钙铭 一定要用 再加上 这个 消化酵素 减轻很多 嗯 好的 那 那 那非常非常感谢 褚一时呢 这个不单单对我们 减脂 牵体 硕生 维持外观 很重要 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更是有很大很大的益处 这个 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健康的胖子 所有体重超标 甚至体重失衡 过瘦过胖 这都是因为身体里面有很大其他的健康的隐患在里面 所以只有当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正常 我们体内的这个 菌群平衡 整个系统他 健康的运行我们人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那 前提说声音呢 就是我 我知道今天还有很多人还有一些问题 啊 那 那那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来回答 那如果大家还有具体的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进到我们这个 前提说声音里面这个群里面 这个微信群里面 因为这个群的已经是超过300多个人了 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去扫二维码 那大家呢 可以跟 就是今天邀请你来听这个讲座的 你今天跟谁 来听这个 课程的 你可以跟他联系 让他邀请你进入到这个群里面去 那么在群里面呢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专家 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群里面 资深的 专业的健身教练 有专门的医生 有专门的 中医或者是 方方面面的 这些 这些专家 然后在群里面 每天带着大家 应该如何来调理 应该如何来运动 饮食营养 结合在一起 把我们的健康调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而且让我们的外观形象 达到一个牵体 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那么好吗 那今天非常谢谢所有大家的时间 再次感谢 储医生的付出 你好 露西老师 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 问储医生一个问题好吗 不好意思 好的你请讲 就是 就是我朋友在问 就是这个钙美帝 可以长期吃吗 会不会引起高血钙 是这样子的 他是可以长期的 你看他的年龄 这是他今年46岁 可以的 他只要肾功能是正常的 然后呢 因为这个钙的话 钙美的话 美的作用是什么 美他本身是可以把你体内 多余的钙排出体外的 所以这个钙美帝 它是非常安全的 对吧 可以长期用 好的好 这里面钙的含量 并没有那么 像碳酸钙那么高 那么我们这个科学家 他还是考虑 就是说人每天三餐 包括我们的 高钙蛋白粉也好 包括我们平时吃东西也好 牛奶啊 这些豆浆啊 或者别的 都还是含有钙的 所以呢我们通过 食物中间的这个消化 吸收能力增加了 再加上钙 是共同起作用 懂啊 所以这是 非常安全的 好的好的 谢谢厨医生 谢谢 那好 再次感谢厨医生 也谢谢大家的时间 如果大家 更多的问题的话呢 可以到群里面去 然后群里面 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助你 解决你的问题 好吗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